大家好,我叫莫菲 是琉璃小动物救助站的关注者 哈尔滨新冠疫情刚刚过去 今天就迫不及待带给大家探访救助站的毛孩子 镜头拉近的地方就是救助站所在地 大概占地近两万平米 这里生活了几千只毛狗 它们会围着你 甚至把嘴巴塞进衣服兜里 秀个秀有没有带来好吃的 也好 好 来 我看还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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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的时候刚刚赶上了煮饭 那我们来看一看晚饭是做过程 玉米片是主要的口粮 需要用水来冲泡 还要不停搅拌防止粘粘 我们的工人点完滴了 回来就赶紧麻布丁地开始喂狗啊 腐蚀呢都是成板的鸡肠 因为成板的很大嘛 然后需要给它砸开 它都放到锅里 而主制这一锅需要近两个小时 然后再来看晚饭 热乎的 看看 这是热乎的一锅鸡肠 这是这个院的 挺热的 看看多好 吃着拿着火乎的 有时候是牛肉末 就是买不着牛肉末的就是鸡肠子了 鸡肠子相对能便宜点 牛肉末贵 牛肉末现在买不着 买不着了 没有 哪有牛肉末 牛肉末有营养的 怎么买不着 就馋两个差不多是有的话 牛肉末鸡肠子啥的 馋在一起 监GB 流利小洞继植站 有8个院区 每个都有这样一个操材来做饭 开饭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同意的 开饭的小罗一想 所有的狗就会跑出来 正在饲养初边做人 这只博美是我们在繁殖场救的 因为扰民 它被繁殖场主割断了生态 语言是狗教的一种方式 但是它被剥夺了一辈子发生的权利 德木是我们在狗肉车救的 它喜欢让人陪伴 自己的时候会委屈地哭出声 我们把这个窝放在了紧爱着取暖的地方 很暖和 不用受冻 还有足够的水 喝两声 开饭了 冬天里 一顿热气腾腾的饭 会很好的保持热能和体能 所以对它们很重要 它们每一只为了抵御严寒 都需要大量食物的摄取 所以我们的口粮消耗特别快 冬季里 真的是它们最难挨的极限 不让动物救出站 也许就是它们生存的最后一处 希望之地 为了你我拼了命 哪怕面对江陵丹雨 隔着生死的一道门 我保证不离不弃 最难舍是这份情 在你面前我要担心 唱起多少个黑夜 绝不让声音交平 我担心 我们珍惜 有爱就回忆 你有多痛 我就多不惜 用来一起扛 光飞难再更牵强 风雨中凝聚 民族的力量 我们珍惜 有爱就回忆 有爱就回忆 无法拥抱 却离你最近 真情首啊 长江风和水流茶 我们凝聚起 中华民族的力量 地址 地均 有爱 水流茶 产生 沙 水流茶